上午9点多 厦门高级机场停机坪的9号停机位上 海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飞机半个小时后即将起飞 在飞机腹部的行李舱前 王焕复和同事们正在忙碌着 因为行李舱高度只有1.2米左右 王焕复搬运行李 装卸行李不仅要快 还必须要准确 装卸工要对每件行李的标签进行复合 飞机 王焕复还得操作各种机械 比如行李传送车 灯光设置等 王焕复说 单波音747一种机型就需要独立成功操作 280次行李装卸相关机械后 才能获得正式的上岗证书 今年32岁的王焕复在机场行李装卸工这个岗位上 已经工作了8年 目前他已经能够熟练操作 近10种不同机型的行李装卸机械 据统计 自1月8号春运以来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 进出岗货物超过25万件 这就意味着王焕复和同事们在装卸时 至少弯腰25万次 检验行李标签